各位其實可以不用花很多的時間 因為我大概在這個同時間我都有做recording 所以接下來大概都會把它給整理一下 把這個 keynote 的這個 video 給放到 YouTube 放我自己的 blog 上面去 各位如果有興趣看 slide 完成的 slide 還有那個看那個 video 來講 大概都可以點到我的 blog 上面裡面去看 那第二個部分是 MSK MSK 其實急診算是 under use 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field 對我們來講它其實它的好處會比我們想像的來的 哇 其實它可以有這麼好用 我們其實都用的太少了 你在對病情的解釋或者 severity 的一些評估來講 它其實有不同的一些角度在 這個地方一樣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用 ultrasound 在 MSK 不管你是看 bomb 看 soft tissue tangent ligament 這些等等都好 那在座有沒有哪些人有使用過的經驗 MSK 的部分 有嗎 這個就比剛剛來的多一些 後面那位 你用在什麼樣的一個情境 那肚子 然後有 skin abscess skin abdomen 對 好 所以 那個是很 typical 的 還是說摸起來不確定 摸起來好像像一個 tube 這樣子 然後去掃 接著是按手機 OK 所以會去釐清一下它的一個結構對不對 所以應該這樣提 如果它是非常典型 很紅 摸起來很軟 那個需不需要用 ultrasound 各位認為 physical 如果就已經可以明確的診斷了 可能不一定要用 ultrasound 來做診斷 可是如果你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管是 guidance 或者是在釐清更進一步裡面的一些情況 ult ultrasound 可以提供額外的 information 所以我們應該要確定的是 ult ultrasound 對各位而言 是要用來提供的是診斷 還是你要做一些 procedure 來幫你找到安全的路徑 避開一些重要的一些 structure 因為有的時候 你看到的位置不是在四肢 這個位置可能像剛剛講的 在肚子 你如果真的要穿刺進去 或者是抽 我要用多深 如果這個位置是在頸部 neck 的地方 chess 的地方 我們也都看到這個地方 有一些不對勁的 inflammation 可能懷疑是 abscess 如果我要做 puncture 穿刺進去 那我要 puncture 多深 當然你也可以一律 這個搞那麼麻煩幹嘛 我彙整就好了 CT 蓋就好 這個也是可以的 但是 那個常常能力越強 都是因為 backup 不夠的關係 這個能力就會開始慢慢的 逐漸提升了 那如果是在融種系統 這個放射科的能力都越強對不對 大家的能力就會被弱化掉 那如果你到的地方 是沒有很好的 backup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就會很 怎麼少了這一位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情形 這個肚子這樣摸起來 就是紅紅腫腫的 一個禮拜的時間了 那摸起來沒有很軟 很軟就是這樣摸起來 這個裡面就是central fluctuation 你摸就知道fiscal的地方是很清楚確定 這個摸起來就是硬硬的 那29歲的男性 這個一個禮拜的時間 一個禮拜大概就不會很單純 所以我們會擔心 是不是有些不對勁的一些complication 所以這個是在MSK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的一些情況 這個情境如果是在neck 在一些特別的一些位置 當然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應用的一些情況 MSK我們會不熟的原因 就跟我們剛剛講append的部分 我們把它放上去 我們會常常不知道在掃什麼 是因為你沒有去找到那個landmark 你這個landmark確定了 你再去熟悉 它的這個困難度就會比較低一些 MSK同樣的道理 放上去的我看的道理是 bone, muscle, tendon, skin 還是哪一個結構 我們對它有沒有一個基本的一個認識 我們可以用一個東西pat 把它給分隔開來 你底下的resolution就會特別提高 這邊甚至連skin, dermis, subcutaneous level, fascia, muscle bone,都可以看得到 每一個層都會有它應該要的echogenicity 如果是muscle 它就是仿錘狀這樣一個形式 這跟你的肌肉的紋理的走向會有關係 它會是那樣的一個走動的一個形態 如果是tendent ligament 或者是nerve 它大概就會比較是平行狀 絲狀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皮下組織fat在正常的情況 它的echogenicity相對會比較低 記得我們剛在肚子裡面有一些發炎性的一些反應 如果這個旁邊的fat有inflammation的時候 它的echogenicity是上升 變成hyper-echoic 同理當我們在軟組織的部分 有看到這個fat 它可能是有呈現一些發炎性的一些變化的時候 它的echogenicity就會上升 亮度就會提高 這個還是首選 如果有這個東西當然會最好 linear的探頭貼附性會比較好 大部分的MSK的地方 linear探頭它也有大的 也有比較小一些些的 對於大部分general的使用來講的話呢 應該至少大概有7到10個MHz 大概會比較好一些 如果是到blast soft tissue 它們的frequency可能甚至會到15-18更高 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只能夠看非常表淺 比較深的地方它都沒有辦法看到 大概就是調整適當的一些focus 有的時候做一些compressions 可以來知道 Ultra上比較進階的一些機器 它其實本身也有配備 是彈性度的一些測量 可以測它的elistography 可以來知道這個它的彈性度是怎麼樣 但是其實我們不用用到那麼高階的一些儀器 我們直接在那個地方稍微做一些compression 來看一下這個組織變形的一些情形 大概就知道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一些不對勁的一些現象 如果你的resolution不是那麼好 我們有幾種方式 可以來讓你的掃描的quality 比較好一些 譬如像放一個水袋 這是用腹部的探頭 來掃描到的手指的一個情況 用一個水袋 water bag 就是一般塑膠的這種IV bag 來做一個padding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手指的一個結構 你有想像過你用腹部的探頭 可以看到這個手指的skin 蹦 甚至是extensor這個 ligament的一個情況 指尖 指甲床的地方 所以是這種腹部探頭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如果這個探頭的本身是完整的 這個手也是ok的 你甚至讓它的手到一個水盆裡面去 來做這樣一個掃描 這也是ok的 因為在動物園裡面 在海生管這個地方來講 他們有時候在做這個診斷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是用這樣一個方式下去的 除非你的探頭是被摔掉了 有這個裂縫了 怕會水進去 要不然其實這個地方 幾乎大概大部分的情況 大概就是防水的一個情形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解析度 會因為你一個創造的一個界面 這個界面就是你的window 讓你底下的解析度變得更好 當然你沒有那個東西 我們就會用一個比較簡單 簡易質的 用一個乳膠的手套 裝水 一樣可以 這個時候裡面就會有一些 細微的一些particle在 解析度一樣也可以 可是沒有像剛剛那麼的好 那再過來的是 超音波上面我們 有幾個功能其實相對比較少用的 我們大部分調整是它的深淺 可是常常少用的是局部的 Zune in Zune out 這樣的一個功能 讓它局部放大 變得更清晰一些 所以可以看到手指 骨頭 extential ligament 大概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結構 當你把它局部放大 你的清晰度會更好一些 MSK的地方來講 我想infection的應用應該是第一個考量 infection的部分來講的話 大概是不外乎是這三件事情 從輕到嚴重 Cellulitis在Echo上面會看到的情形 其實各位大概可以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看起來大概都是non-specific Fat inflammation 因為它都是在subcutaneous level 所以當Fat inflammation的時候 Echogenesis會高 所以會看到這些高亮度的情形 那裡面的一些細微的這種結地組織 它因為會有一些水腫 Edemated Changes Edemo的這樣的一個Tissue 它的Echogenesis就會下降 就會有一些細微的一些水分布起來 這就是一些水道 所以這樣分隔開來 就會讓我們覺得看起來 像是一個鵝卵石般的這樣一個形式 所以有給它一個名詞 叫做Cobal Stone的一個Appearance Normal Sight Infectious Sight 各位可以看到 Inflarmation effect 裡面一些Edemo 所以會看起來像是這樣子 一格一格這樣子分隔開來的一個形式 這都是用Linear的探頭看起來的解析度 效果會比較好一些 像這是一個病人的Cellulitis 我們大概可以看得到的是 這是它的Bone 這是Tibia這個位置 這邊是它的軟組織 這個地方的軟組織 我們就可以看到 呈現一塊一塊這樣的一個形式 然後中間有一些hypoechoic 這樣那些fluid 這是它有問題的一側 MSK的好處是 你在一邊掃到 你不會看 你就用對側的地方 來做一個對比 兩相對比 你就知道哪個地方出問題 所以 這個是有問題 Inflarmation的這一側 這個其實它並不是一整條上去的黑色 它其實大概都有一些分隔開來的一些形式 到比較遠端一點點 就沒有那麼腫 最厲害的地方的形式像這個樣子 剛剛那個要白色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Bone 你轉著另外一個角度 就看到這樣的一個Density 這是Pretibium 這個Soft tissue 這個地方的一個小的血管 Linear Proven 大概可以看到非常小的一些血管 大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解析度更好 甚至你Dosalis Pathis 你要能夠可以看得到 都不會有太大的一些困難性在 所以就是Lesion Sight 我們可以看到 腫脹的一些情形 從很腫的地方 到相對比較沒有那麼腫 但是當你的Fat Inflammation的時候 的Echotranicity 大概都會上升 這些黑色的這些 大概都是一些 Tissue Edema的一些表現 所以剛剛提的 MSK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 Lesion Sight 在Pretibium Space Bone 以上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Normal Sight Bone 以上的情形是這個樣子 所以可以很清楚知道 它腫脹的一個情況 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Muscle 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大概就是結體組織為主 如果你掃描的地方 是Carf或者是大腿的地方 用這樣的一個掃描 我們甚至可以去區分 它的Inflammation 是在Subcutaneous Level 或者它Inflammation的地方 是在Muscle的Level 或者是甚至更深的地方 剛剛這個是Non-Specific 所以Cerulitis 需不需要每個病人去做掃描 不用 除非你是要去做自我的學習 或者是你有特別要去收Data 才去應用 要不然的話呢 Ultra常用來看 應該主要是要針對一些 會影響你的Treatment 如果它是有一個Apsis Formation Apsis就會看裡面的內容物 是完全的Liquified 還是有一些Septent 甚至是Gas 甚至是Foreign Body 它的表現形態 可能就會不大一樣 Copal Stone Appearance 裡面有一些Hypoechoic 有一些Hyperechoic 有一些Particle 在 所以像這樣一個不對勁的 一些Collection 大概都知道 是有一些Apsis Formation 的一些可能性 這是剛剛的這個病人 這是Abdominal的Level 有Peritone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這個東西 它大概是 局限在Abdominal的地方 並沒有傳吃進去裡面 旁邊的Fat Echochannel 就比較高 這裡面的Echochannel 就比較低一些些 而且是一些 Hypoechoic 這樣的一個表現 它絕對不會單獨存在那邊 當Information的時候呢 除了這個 有問題的這個地方 旁邊的Soft Tissue 一定會有一些 合併性的一些變化 Soft Tissue的一些表現 Soft Tissue的這個Echochannel 大概會比較高一些 像剛剛講的 Cobalt Stone Appearance 那樣的一個形式 你看它比較遠端的這個地方 Peritoneum 外面這層的Mars 那個Substantial Table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亮度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的總 那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病呢 我們也沒有切息聽 因為我大概從這樣子 可以確定它並沒有到 Peritoneum裡面去 所以它是在一個 Abdominal這樣的一個結構 這個在Best Side 我們就把這個地方 直接做切開 然後做IMD 再過來像這樣子 剛剛在肚子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確定 它有沒有進去肚子裡面 那再過來是Neck Neck這個地方 就更多的一些結構 這是開完Syrotectomy之後 大概一個多禮拜 整個Neck紅腫起來 那因為這個也是 認識的朋友 拜託我看 那天正好上班 所以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大概第一個要釐清的是 它只是單純的Inflammation 還是一些 Epsis Formation的一些情況 在Neck的地方看 這個大概不是非常好 因為這是Abdominal Probe 所以它的貼附性 會比較差一些些 那裡面這種 這種是Muscle SCM的Muscle 但是外面這個 Hypoechoic collection 這一個 這個是Epsis Muscle Tendon 在不同的掃描的角度的時候 它的Density會不一樣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Longitudinal掃描的時候 看到的這一圈 這是它的Cyroide Cottage 的地方 Transverse 往比較高位一點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 這是Epsis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大概就可以確定 旁邊的 尤其是Tracchia 大概位置在哪裡 Cyroide Artery Ducleban 在哪裡 這個 Legion Sign在哪裡 深度是多少 如果要在這個地方做穿刺的時候 我們大概哪個位置可以去做進行 這個我們大概可以釐清深度 Location Transverse Longitudinal 有做一個定位 我們就直接做Puncher Puncher 之後抽出來的Epsis 後來收住院 那再過來的是 剛剛講的 剛剛那個病人沒有進去Peritoneum裡面 可是這個病人呢 這個白色這個Density 是什麼東西 白色的沒有Shadow下來 好像拖的尾巴下來 代表它可能是氣體 Gas的這樣的一個Pattern 這個往不同的位置掃描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Skin Peritoneum 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到它有問題的這一側的時候呢 中間白色亮度高的就是這個 有一些黑黑的就旁邊的一些Epsis 橫向 Longitudinal掃描 我們大概可以確定的Peritoneum Level在哪裡 左右兩邊可以掃描 可以確定Peritoneum的地方 Muscle Level Subcundation Level 然後掃描到Legion Sign的時候呢 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底下這個界線大概沒有辦法 看得到很清楚 甚至在橫向的時候可以看得到 好像有比較進去裡面一些的 所以這樣的病理我們大概就不會直接做 做處置 我們大概會切一下CT 因為這個必須要知道它有沒有進去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樣子的一個形式 所以我想認識Pattern很重要 所謂認識Pattern是 如果你看到的是高亮度 底下是Shadow 它可能是蓋化 Foreign Body 或者是Stone 可是當你看到的這個亮度是高的 好像拖著尾巴這樣下來 這是Gast Pattern 這個Pattern應該是要在Lung 或者是在腸子 你才有機會可以看得到 當在Extraluminal的地方 或者是在Soft tissue的地方 看到的時候呢 你大概就要特別小心 這個病人是背痛 背痛的地方 那因為很厲害的Septic是背痛 背痛外觀又看不出個所以然 可是摸起來就痛 我們就從它背後的地方來做掃描 這是它的Spinous process 這是它的Spine 這是另外一側的Muscle 這一圈 有一包Hypoechoic 高亮度的一些Particle 高亮度就是什麼 可能是Gast 那這些Fluid Pattern Hypoechoic 這是另外一側 Spinous process 另外一側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Muscle 這一包 大概就是一個Apsis的一個情況 這是橫向掃描 做一個縱向的掃描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些壓迫 來看 裡面東西好像都會動 Mobile Mobile的一些Particle 這些亮度高的 那個大概就是裡面的一些氣體 所以這是Parispinous的地方 有Apsis 這個病人很慘 因為我們除了看這個地方之外 來看一下這個病人 因為Sepsis 我們每次都會看一下這個病人 IBC 肚子的地方的掃描 這樣看一看 看一下它在Hard洞的一個情形 看一下右側左側的情況 這是左側的Sauce Muscle Sauce Muscle裡面 一些高亮度的一些Particle 這是它右側的Liver Kini Sauce Muscle Sauce Muscle 底下這邊也是高亮度的一些Particle 這是左側的Kini Sauce Muscle 底下這邊散在這些白點 這全部都是不對勁的一些Gas 這是Transfer Spine Spine Alta Alta 底下這邊的這些高亮度的地方 這也是不對勁 因為Alta 應該算是在Richard Petrone 它後面不應該有東西在 這病人很慘 這麼多的東西 Spine 這邊有一些Air 旁邊的地方 Sauce Muscle的地方 有一些Apsis 還有一些Gas 在 在Back的地方 Apsis 這些都是Air 塞手這樣來看 兩側的地方 所以Sauce Muscle來講 它算是肚子 它也不算是Peritone Retroperitone 可是它也是一個MSK的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來講的話 是我們比較少去掃描 常會認為 這個太困難 因為後腹腔 其實你只要能夠看到Kini 用Kini來當做你的Landmark Kini在什麼東西上面滑動 Sauce Muscle 所以你只要能夠找到Kini 把Kini放在你的螢幕的 邊邊的地方 來做你的定位點 它在什麼東西上面滑動 Sauce Muscle 不要怕被Gas給擋到 你只要把Prob放到邊邊一點的地方 怎麼會被擋到 不會 所以 Sauce Muscle來講 相對是我們比較少去應用到 可是它相對沒有那麼的困難 後面這個地方也都是一樣 所以 這代表的是 當這個地方的問題 你覺得不對勁 這個地方要特別的一個疼痛的時候 你用Mustle場是可以看進去一些不對勁的情況 從Back來看 這一包東西不對勁 因為可以跟對側來做比較 這一包是Apsis 這是Gas 另外一側 這是Muscle的結構 相對正常 大概就highlight起來這個地方的不對勁 所以MSK其實也不會覺得太困難 你只要認識剛剛講的這幾個基本結構 下午的部分 Workshop的部分 我們大概會提 你怎麼去認識到這些的結構 那這些東西會認 接下來就是看 你掃描的時候看到一些情況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Compression的時候 看它是不是有一些 Mobile或者是比較陰化的一些情形 剛剛看Heart IVC這個的目的就是在一個Sepsis的Workup裡面 來看這個病的Volent Stasis的情形 Liver Kinney Kinney就是你的一個定位點 Kinney底下這一條應該就是Sauce Muscle 底下這個地方不會有腸子的 這些高亮度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在Sauce Muscle裡面 所以大概知道的是它 是一個Gas的一個Pattern在Muscle裡面 那這樣子一個判讀其實就簡單了 好 所以這是剛剛這一個病人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一個情形 這個相對難度就會比較高 到目前為止來講 Altrosan上面比較多的個案 是台大醫院醫生 那個醫師他們之前發表過的Paper 到目前為止沒有更多的Case Number數 這個大概100例附近左右的一個個案 這個在很多的Altrosan Emergency 在講MSK這個地方的時候 都會Sign在這邊Paper Necrotonic Facilities來講的話 Clinical Diagnosis Surgical Diagnosis 甚至有人用 MRI CT效果其實各位看多了 大概都會知道不是那麼的好 Altrosan上面來講的話 會有一些Information 它的Information會在哪裡 因為它在Fascia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會Separate開來 所以會有一些Fluid Accumulation 在這個Level裡面 所以如果這樣子看的話呢 在它的Fascia這個Level的地方 可能會看到的特別一層厚厚的水 HypoEcolic Collection 在Fascia這樣一個Level 那他們的經驗裡面來講的話呢 如果這個Level的厚度 大於4mm以上 大概就要特別小心 它不會單獨只有這一層 有些病人是手術過之後 或者是Clerosis HypoAlbinemia的病人 它可能也會有一些Tissue Edema 水在那個地方 可是它就只有水 旁邊的這種Soft Tissue Infection 像剛剛那種Cobal Stone的 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所以當它是一個Information Infection這樣一個情形的時候呢 它不會只有這一層水 它旁邊還有一些Soft Tissue Infection 的一些現象在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Sensitivity Specivity還有它的Accuracy Case Number數不是很多 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在提 因為Necrotonifachitis 本來就沒有辦法非常多 Single Application Single Institute 他們的Number數有到100多例 就已經算是很了不起 看到腳 其實看到這樣的情形病呢 Hemodynamic Stable 大概就會知道這不大對勁 這個病人我還記得是被叫過去的 因為我在上外科 不是看內科 他們覺得這個腳不對勁 來看看這個病人 那個IVC這些部分 來決定它的水Challenge的一些情形 那個部分掃描完 我順便掃描看一下 它這個腳的一個部分的一個狀況 所以好的Tool 你的Resolution 你的判斷的Information的準確性 就會比較高 這算附的探頭 用在這個地方貼附 旁邊很顯然 這些界面幾乎都會被犧牲掉 看到TBR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層Fluid 黑色的 這就是在發酵這個地方的水 所以一整層這樣上來 這邊旁邊都有刻度 一公分一公分左右 所以它大概是有一定厚度的Fluid 所以看到這樣的情形 大概就找Plasty去做手術了 然後打去Combine Strong Antibiotics 當然你也可以去跟對測 正常測 NormalSign的地方 來做比對 Lesian Sign NormalSign 兩個之間來做比對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差異 尤其在這一圈的Fluid的部分 這個Video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是Abdominal Problem 不是Lineal Problem 所以它的Information 大概就不是那麼好 MSK的地方 大概做Summary 這些基本的結構認識出來 我想最重要的是 要看Account 不明顯的ABSIS 這應該才是 有它的一個必要性在 如果非常明顯的 你這時候應該要是 要用來做定位 或者用來做Drainage 你有不同的一些目標 要不然如果非常忙 你每個Sellulite 全部都去做Ultra Sound 去做Screening 這個 你一定會被你的Member們 幹到不行 這個 摸魚打困 那再過來 其他的一些Application來講 我想對我們來講 有的時候也是重要 因為 任個問題就在那個地方 你怎麼去做解決 Joint Infusion Friend Body跟Longbone來講的話 沒有用Ultra Sound來做Summary 其實並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其他那些Tool 但是Joint Infusion來講 我想對急診醫師來講 如果你會 你的Drain Tapping 的這件事情 會下降很多 這是在看這個地方 Hip的位置 Effusion在 Linear Probe的好處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在Elbow的地方 腫起來 只是軟組織的腫障 還是Joint Infusion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層 這是它的Bong 這是它的Capsule的地方 外面這一層 動來動去的 這全部都是Joint Infusion 亮度都比較高一些 那因為有Linear的探頭 所以我們可以做Echo Guide 所以你可以看到Needle進去 然後直接來做Aspiration 所以這穿刺進去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增進去的位置 這個東西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 抽完之後的水的量 它就非常少 這個地方的厚度 跟這個地方的厚度 它就有一定的一個差別在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確定裡面 是不是有東西在 如果有哪一個Location 是比較安全 可以來做穿刺的 你可以用Real Time 可以用Static 做定位 做Mark 然後來做消毒 這個都OK 這Paper上面也都有提到 這是Emergence Matters 好像是三四年前的Paper上面 告訴我們事情 你可以做Real Time 但是這個後面的這件事情 要怎麼去做解決 我們大概最近還在做研究討論 EU消大概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式 各位的醫院大概都有EU消 所以我們最近大概也會試試看 那如果用這樣的一個 只是做探頭的這個地方 給包覆起來 可以用保險套 保險套它其實五雕材質的 你送EU消 這個位置它不用Punch進去 你只是一個表面的一個接觸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呢 就消毒或者是滅菌 用EU消大概就已經在醫院的這個 滅菌的成績已經算是最高的 在保護這個地方來講 它的接觸面效果是不錯的 台北榮總放射科 他們的很多的Procedure Guide 是用保險套 Condent把它給套附起來 那再過來 如果是要做Central 這樣一個放置來講的話呢 可能探頭本身還不夠 可能你的Cable線 大概都整個要Package來 可能你大概就用Commercial的Kit 或者是要想辦法 怎麼樣讓整個探頭 到你的Cable線 整個都是無菌的 這個我們還在想怎麼弄 因為內部能夠跨過去了 你的探頭也到位了 其實很多的Skill 急診大概都可以來做 這是一個情境 43歲發燒Right hip pain 我們的線上的醫師請我來看一下 這個病人 有沒有可能Septic Arthritis 因為看到有Effusion CT就有看到Effusion 所以這個Ultra上是CT之後 他們請我來看看可不可以抽 看到這樣子我就跟他們講 一定是可以抽 因為可以看得到嘛 這個地方的路徑其實近 不會太遠 三四公分而已 所以這一定可以去抽得到 找到適合的位置 來做Puncher大概就可以 你可以做兩側對比 你可以知道這個地方是不是有水 這個地方是水的位置 如果從前面Puncher 你可能會有Vessel在前面 這是Normal Sight的 Femeral Head的地方 所以確定Effusion這件事情來講 Ultra上其實相對簡單 尤其是在一些比較深部的一些位置 你的Physical不容易很準確的時候 超音波可以提供你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個是剛剛講的 應該要Effusion的地方 旁邊還有一些白色的一些Particle 剛剛提過了 Normal Sight要看起來像這個樣 這邊有一些黑色的 怎麼黑色的外面還有一些白色的Particle 白色的Particle為什麼 這邊有沒有開過刀 看到一些白色的這樣的一個Particle 好像有一點會心裡巴 剛剛講這樣的Pattern是屬於什麼 Gas Pattern 所以這是一個Gas forming 這樣的一個Infection 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情形了 這個有的時候找苦煮 就是你要把這件事情給做完 做完就是你怎麼知道 它Septic Arthritis 要抽出來 然後跟他講這是Ebsis 這是Pars 這個是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有面臨到 我剛剛講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情境 我們有的時候會遇到 這個有的時候是還蠻長的 Occation到Frequent 所以我們可以用Occation來看 我們這個用腹部探頭 這個大概就是搞缸了 這個各位可以看到Needle進去 我所謂的搞缸就是要一個人 把這個無盡的手套Hold住 Hold在那個地方 然後另外一隻手來做Punch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一個Needle這樣進去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剛剛這個地方也在有沒有 進到這裡面的這個Location的地方來 Linear探頭相對還是好一些 可是Linear探頭柱對於比較深部的組織 可能就不一定那麼好 因為比較深 你可能就看不到那麼深的地方了 所以有好有換 如果比較表淺來講的話 Linear探頭它的解析度 還有它的協助Guidance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相對比較好一些 至少你也知道深度 選擇適當的Material 像這種比較深一點點 我們用一般的針大概效果都會不好 甚至不大容易可以抽得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就直接用Spinal Needle來抽 Plus答案確定這個要賴也賴不掉 開完刀之後會有一些Instrument Instrument看起來的形態就會不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這個病人是左側的 左側的Inguinal pan 它講的是Inguinal這個地方的一個疼痛 然後發燒Leucocytosis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的醫師在掃描的時候 其實懷疑的是 這個地方是不是有Lymphadenitis Soft tissue infection 的一個情況 他懷疑的是這個附近的一個情形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來看到 這個是它右側 這是它左側 這些白白的 剛剛講的這些白白的 這樣的一些Density 這個就不一定是Al 因為它有開刀的Instrument 所以這些東西高亮度的一些東西 我們大概就要去做一些 比較仔細的一些判讀 所以我們當然我們有兩側 有問題的地方 跟沒有問題的這個地方 來做掃描 黑色的這些Fluid 大概都知道是一些 Jone Infusion在 當這個Jone Infusion 是比這一側來的明顯多很多 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這個是不對勁 剛剛這種白色的這個就不是 就是這種高亮度這樣一個下來 它就不是Gast Pattern 因為有一些 這些衣材的一些關係 所以一樣 看到這樣一個Location 我們定位 這個並沒有Real Time 我們就是做定位 從前面這個地方 避開背手 做一個Mark 定位之後來做Static 你可以用Real Time 可以做Static Static就是定位之後來punch下去 所以我們這個punch下去 抽出了12cc 這樣子一個水有12cc的量 12cc的punch Altra少量來看Foreign Body來講的話 最好是有Linear的一個探頭 剛剛講的是Jone Infusion 我覺得Jone Infusion 在剛剛看到Accord Epsis 跟到Jone Infusion 我覺得在MSK的部分來講 大概就是最主要的應用 後面的部分應該就是 延伸性的 或許你有機會可以看到一些 Radio-opaque的一些lesion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大問題 而且有些Radio-lucent的一些Foreign Body來講 確實會造成多次的回診 甚至一些Complication Legal Problems 它的Altra會是什麼樣子 很多性 因為跟進去的一些內容物 會有關係 它可能是高亮度的 可能是有帶一些Air進去 可能甚至有一些Fluid在 所以這個難度就會比較高一些些 但是如果這個地方 它的Foreign Body時間比較久了 一些Tissue Reaction 會讓旁邊的地方 產生一些It Demanded Change 相對會把這個東西給Highlight起來 所以有一段時間的Foreign Body Ultrosan上面相對來講會比較容易看 所以它應該主要是用來 Detect Radial Loosen的 這樣的一個Foreign Body 然後看一下附近的一些結構 甚至有可能的話定位到那個地方 因為Peper上面有告訴我們好幾種情形 Ultrosan看到在哪裡 切開 或者是用一個針 穿刺下去 直接頂到這個Foreign Body的地方 來做一些Incision 來找到這個Foreign Body 因為Ultrosan可以來做Needle Lockization 把這個Foreign Body給定位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不同的一些Picture 總帳起來 X光片上面看到的景形 Ultrosan上面看到的情況 這個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 超過24小時以上旁邊會有一個Halloween 這一個Tissue Reaction的一些情況 所以會把這個Foreign Body給highlight起來 至少你也會知道這個Foreign Body 看起來像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Foreign Body 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Edema會呈現hypoechoic 旁邊的Fat Inflammation Echogenesis會上升 我們要用Ultrosan的Probe來講的話呢 像這樣子 這個並不是用Ultrosan來做這個診斷 而是要給各位秀一下 這個是直接把Chair塗得很厚 把你的Probe放在那個地方來做掃描 另外一個情形就是放一個水袋 放在那個地方 貼附性就會比較好 這邊兩邊都看不到 可是這邊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Foreign Body 我們的Foreign Body 不一定就是很明顯的一個Shadow 跟你的這個Foreign Body的大小 它的這個形態會有一些關係在 這個是Foreign Body 還是這個是Foreign Body 因為Bong它的亮度也是高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做兩個不同角度的這個型態來確認 哪個是正常的結構 哪個是不正常的結構 那你說 有沒有辦法可以弄到這麼扁 這個是把IV Bag 我們一包是500cc或250人 大概就要把一些放掉 讓它那個厚度比較不會那麼的厚 各位如果有操作過 你一個IV Bag 500cc的 Probe放在上面 你的手的穩定度要很好 要不然呢 這個Bag在這邊滑 你的Probe在上面滑 兩邊都滑來滑去的 這個難度很高 你要讓它的穩定度很好 因為還要塗上Gail 把一些這種 那個接觸面的一些雜訊給消磨掉 所以要控制的穩定度 反而是最難的事情 穩定度控制的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解析度相對就會很好 所以 手指的地方的Foreign Body 或者是這個地方的一些Wint 如果它有Wint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接觸到 可以用Takeout或者是OP sign 把這個Injury的這個地方 先包覆起來 你還是一樣可以塗Gail 或者是放在水底下的地方 至少這個Open Moon的地方 你要把它Cover起來 你總是可以做到一些 掃描的一些ification Bone的地方來講的話呢 這個又更延伸性了 我想應該在Resource 比較不確定 沒有辦法立刻取得這個X光片的地方 高山 遠距離遙遙 或者甚至這個地方 你傳統的Image 你想到的地方 沒有辦法給你很好的這個訊息的時候呢 可以來做一個Supplement 所以Bone的本身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表面的Echotenease就是高的 連續性這樣一個線條 當它Fracture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連續性就會消失掉 甚至在旁邊的地方可能會有一些Hematoma的一個產生 也是我們X光片上網會講的Fact Pest Sign 這個地方的Soft T-Shirt density是高的 可能有一些Hematoma在的時候呢 我們AltraSign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相對好看 這應該還是By Clinical Guidance X光片看不到 就是很痛 你來掃掃看那個地方有沒有什麼不對勁 這應該是來當作一個次要的 然後額外的一些information 這個是Tibia Patella Fracture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它不算是長骨 它是一個比較平滑的骨頭 正常的 斷掉的 有一個Step Off 斷面 這是Linear的 這是Abdominal的探頭 所以它的解析度好像沒有那麼的漂亮 這個病人呢 車禍 車禍呢 是直接撞到前面的地方 X光片照起來 前面照起來就沒事 可是它就喊很痛 就正中間的地方就很痛 X光片我們傳統的PAV 看不到什麼東西 那 這個我們大概一定還是會有一些 基本的邏輯的想法 EKG 有沒有Schemia的一些問題 Fast的掃描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一些狀況 EFast的部分掃描 沒什麼事 可是這個地方就很痛 很痛哪個地方出問題 我們就把Probe放在上面這個地方來看 這是Abdominal Probe 我們就順著這個 這個Standard的地方 這是它的Standard這個Bomb 它應該是要連續性的 可是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一個斷面 它不是一個連續性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知道 這個Standard的地方 它有一個不連續的一個結構產生的 這個地方正常是它的疼痛點 所以大概就很清楚知道是一個Standard fracture 所以接下來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件事情來釐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Fracture 在這個地方 非常的細微 所以這個是一個常古 Long-Bone來講的話 其實用Altron上面來看 相對會比較簡單 枝端處Distal part 這種Joint-based fracture 這個我想是到比較Advanced的Level Radiologist或者是Rheumatologist 他們再去做這個地方的一個評估 那個是可以的喔 不是代表完全不行 可是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的話呢 真的正確的應用性大概沒那麼高 這個之前 這是Trauma的情境 我們之前有遇過病人來是喘 喘得很厲害 這種COPD, acute suspension,吸藥 可是又很痛 痛在哪裡 痛在真中間的地方 然後就照 這個地方是真的 之前跌倒去撞倒 他因為痛的關係 痛到 讓他的COPD, acute suspension起來 MSK的地方掃描 原則上大概都還是跟他的 clinical的一些presentation 相關聯繫 這個現在用Altra上來看齁 說實在的 我覺得要看情況 這是X光面上面 沒有辦法明顯的典型看到 其實把它放得很大的時候 在邊邊角的地方 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到 其實現在是PASS的年代 你可以把它放大 可以做一些角度的一些調整 這是OK的 他就是這個地方很痛 那我們在Altra上 就特別壓一下疼痛點 這個地方來看 這是Transverse的情況 跟順著這個長軸的部分的情形 如果要診斷一個骨頭 我們會斷掉 這樣子掃描要診斷 難度很高 這樣子掃描比較簡單 像這樣子 這個樣子的掃描就是橫向掃描 你要看到它跳 step off 我們看一下這根BOM 有沒有 突然有一個落差在 這個難度就會比較高 你要看到這樣的一個step off 有一個落差在 這個難度就會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看一個 如果今天你的應用 是要看一個BOM有沒有fracture 最好是跟它平行 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不連續性消失掉 如果你要看HIMATOM 兩種情形都可以 如果是要看RIB的時候 特別小心 這個是BOM 這個是PRURA 不要做一個斜向的掃描 變成一個sudo fracture 這個是一個potential的一個pick fall 跌倒 長骨 長骨是可以用來看的 這個是骨頭 橫向的掃描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落差在 當它產生了一個step off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知道一個fracture的情形產生 這是骨頭 上端 這是骨頭的下端 有一個距離在 所以下次你遇到這樣的病人的時候 不是很忙 很忙的時候來造這個 真的就是很白目的行為 這都不是很忙 就是感覺上 有一些那個 閒閒的時間的時候 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掃描 讓你的practice的這個skill 更sharp一些 你就會有不同的一些 應用的情形存在 LINE的探頭它是好處 就是 各位這樣其實可以看得到 比較眼睛利一點 這個地方跌倒撞到了 這個地方短掉了 ALTHA上面看到 正常的地方的骨頭 Femoral head走向型態 這個是它受傷的這一側 可以看到它骨頭的連續性消失 旁邊這邊都是hematoma 這是斷掉的情形 這個斷掉的一些狀況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所以 因為這個地方它其實 我們不是從屁股掃 你如果從屁股這樣掃過來 距離又遠 你從前面這個地方掃 這個information大概就清楚 所以或許有的時候 搞不好如果你是有現行探頭 然後 在這種S光片不大確定 這種很細微 到底有沒有不確定的時候 要從上面看一下 有沒有不對勁的一些hematoma 或者是一些不連續性 或許是一個 額外也可以得到一些訊息的一些地方 這是肚子的地方 突然間痛起來 這邊照到了一包 Soft tissue down一個density 在abdominal wall的地方 因為它包覆起來 這一層是peritonia 底下的地方是腹腔的地方 這一包東西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 Ultra常識可以協助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位置 它不對勁的一些東西在哪裡 尤其有時候肚子痛 你看 這個病人你要摸到這一塊不大容易 很胖 Fed很厚 所以你要摸到它腫起來 或是看到瘀青 有時候要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突然間痛起來 突然間痛起來 你說要是Apsis Formation 機會應該就非常低啦 不大容易 所以 Acute Onset 這樣掃描 看到這樣一個情形 這個density Ultra上 協助我們判斷的是pattern 這個pattern 是一個Soft tissue的density 在這個位置 有低亮度有高亮度的 我把prop放上去 甚至把color打開來的 其中一個目的是要確定 裡面有沒有flow 有沒有seuto aneurysm formation 這樣的一個情形 有沒有持續uncone 那個bleeding 這件事情 當然沒有 一直持續在bleeding的時候 相對就會安心 可是裡面其實還是可以看到一些flow 所以 它是可以協助你來做一些monitor 大概快結束了 那 Growing pain 剛剛那個病人是手吸部痛 所以來看 表面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different thrombosis 沒有看到lymphanthinopathy 就壓就一直很痛 所以我們的phthalo經驗去看 看到的是join的地方出問題 這個病人是在表面這個地方摸起來 他就是痛 所以 這個是linear探頭 我們看一下 剛剛看到好一些是abdominal probe 這是linear probe 有color打開來 沒有color打開來的情況 所以這樣一個情形 我們就知道 vessel在哪裡 pattern 沒有different thrombosis 沒有這種thrombophlebytes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再過來 旁邊這個地方 有一個黑黑的這樣一個東西 轉成另外一個角度 兩邊我們可以做比較 它是右邊的growing pain 這是右邊的掃描 這是左邊的掃描 這個是lymphanol 這是左邊的 小小的 跟右邊這邊相比較 這是右邊的這一圈 轉成longitudinol 就是這一大顆 這裡面的floor也是高的 所以這是一個lymphaninitis 所以看到這樣一個情形 如果你有機會看到這樣一個現象 如果腳都沒有事 你就跟他講說 大概半天到一天的時間 你的腳一定會紅起來 那接下來這個馬上就會 被人家奉為神醫的 這其實都可以去預期得到 這樣的一個情形 只是你比較早一天 去講出來這件事情 這個沒有太特別的事情 這是要讓這個枯燥乏味的生活 要增添一些樂趣的時候 是這樣的情況 撞到了 X光面上面看起來就是沒事 沒有radio 沒有這個 這個step off 這種不連續性的一些情形 可是就是很痛 我們以往會講什麼 那就挫傷啊 那就休息就好了 挫傷 對 挫傷 哪裡的挫傷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病人 這個都是 那時候買東西 買探頭 買機器 所以請廠商拿過來試用 現行探頭 所以我們來看他挫傷的level在哪裡 這都是muscle skin subcutaneous fascia 這是muscle的bundle 這是大腿 大腿的地方肌肉的紋理 橫切面的時候像五花肉這樣子 或者是滿天繁青斑 轉成longitudinal就像這樣子 綁垂撞這樣一個形式 哪個地方出問題的 這兩束的muscle的bundle裡面 出現了一層的hyperechoic 這樣的一層分層出來的 這是在這個地方的hematoma 所以他injury的地方 不是在其他的位置 他也不是muscle撞到了 氣而掉還是什麼樣的情形 他就是裡面的地方 condition 造成了裡面的hematoma 的一個formation 這看到了他大概就可以理解 他的受傷原因是在這一個地方 當然你說這個量 需不需要去做aspiration 這樣量來講的話 我們覺得量還不知道那麼的高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 其實處置好像差不多對不對 重大回去就休息減少動就好了 可是這個就是多一件事情 就是讓你的生活當中 精準度多了一些狀況 各位其實大概可以想像 我們今年的採購的 超音波的儀器裡面 我們的骨科部門 也有採購超音波的部分 因為他們也要在這個地方 多一些的 多一些的應用性在 我們這個地方相對做的是少 在國外的一個 這個地方的feel來講的話 有不同的intervention 在一樣 什麼事情呢 我可以去找到這個nerv的一些 分布的一些地方 來做一些局部的一些nerv block 我們在做shoulder reduction 在做一些骨骼疼痛的一些 短暫的一些處置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做進行 甚至是做hematoma的block 在這一個疼痛這個地方 如果實在是痛得很厲害的 做ecoguidance的情況之下 把這個麻醉藥劑打進去 這個我們大概在接下來的這兩三年 會嘗試來在這個地方多做一些琢磨 因為在國外他們其實在這個feel的發展 已經是在跑得蠻前面的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在中亞的地方 有一些國家 他們的這個block 是做到了abdominal的block 都有去做進行 把這個麻醉藥劑打在這個 腹內腹外斜肌的這個 fascia這個地方 把那個麻醉藥劑 這個lidocaine這些東西 打到那個地方來做去做 不同種程度的一些block 根據病人的一些情況 所以這個事其實是我們有機會 可以做得到的 反正我們現在 哪一個feel的就做這種 做這種echo guide procedure最多 email 對不對 做這個直接的注射 相對來講的話呢 可能是這個feel的是比較多一些 所以我想這個領域是還有在開發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對ultrasound 急診ultrasound的部分是有興趣的 想要在這個地方做master來講的話呢 這個地方多花一些時間 大概五年的時間 你一定會比我來的更厲害 所以我們最後take message 那msk的pattern 我們下的workshop的部分 會讓各位做一些特別的熟悉 lien的proper我想如果有 讓它發揮到最好的一個極致 它可以帶給你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線索 account的epsis這應該是第一件事情 join diffusion讓你的dry tapping這件事情下降 我們現在在ER裡面dry tapping的機會非常少 以往我們dry tapping還很多 不管是抽hip 抽knee 還是抽哪個地方 抽下去就是沒有 然後就是反正就會過來 學長來幫忙抽一下 到後來他們大概就自己拿著超音波探頭去看一看 看一看看得到了 那個再抽不到了 就只好摸摸鼻子再來找我 我已經被找的機會很少了 以往大概只要join diffusion 我都要被找過去抽 現在幾乎都很少了 我們try tapping的機會 現在相對的下降很多 而靠的fracture來講 我想到目前為止 它應該不是用來做一個常規性的處置 應該是來做一個supplement 如果你是做遠距醫療 或者是做國際醫療 因為現在其實有些醫院 它是有這樣一個機會的 我想會這樣一個skill 你有這個equipment 其實你會發現 你在這個field會是很吃香的 好 MSK的部分到這個地方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